日本人来台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 怎么说 再演一下 大家猜一下到底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不可能 大家好 我是日本太太那ちゃん 我是阿拉先生Alex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就是 日本人自想吃果的目的地是 台湾 跟我们有关系吗 有吗 我们那时候看到电视节目说 现在的前三名 第三名是韩国 第二名是夏威夷 第一名是台湾 呀答案 从我们自己的感受上面 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朋友想要来台湾玩吗 对 我回去日本的时候 看到很多台湾的新的店啊什么 电视节目也是很多台湾有关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 日本人来台湾观光到底都在做什么 嗯嗯嗯嗯 对 那其中有些东西就是很典型的观光客 可是有些东西我觉得是特别日本人来在做的事情 有些连你都没有做过对不对 对有些我真的完全不理解 那我们先来公布第一件事情日本人来台湾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台湾香浮 这个我真的不理解 首先呃什么样东西算台湾香浮 做着洗头然后高高的那个 这个事情我真的在你来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啊 啊是哦 我觉得台湾人我敢说大概80% 没有人体验过把头发抓高高的这样子 诶~~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现在 观众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看一下Najan去做台湾香浮的影片 Vicky 对 对 OK 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 很好玩耶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好好好 很棒 很好玩 所以应该是很多日本人还是觉得台湾人 这样子想不如 那你说他们觉得到现在大家还是这样子洗头吗? 应该会有啊 过小时候有做过 坐着洗头有 可是没有把头发 啊我们男生嘛 找不够 那日本人来台湾一定要做的第二名就是 去九分 日本人超爱九分 嘿 声音少女 因为这个电影的关系 对对对对 哈哈哈 日本是一个观光景点 可是我以为的 大家的Top 1 会是 阿里山、日月潭 不是 阿里山、日月潭 比较熟悉台湾的人 会去的地方的印象 可是第一次来的话 九分 只选一个地方一定是九分 而且对日本来讲 有些来九分的时候 不只是想要去观光 有些人想要住那边 这件事情我自己 其实没有在九分住过 想住吗? 跟卡普的话可能可以 有点浪漫的感觉吗? 九分的浪漫的感觉 晚上的话 它有那个灯 像那个Movie一样的 可以耶 想去的 可以 可以 可以想住的 最近我的单友 他算来台湾 然后我问他 你来台湾想做什么 他说 第一个是 去九分 去九分 对对对对 最近真的越来越多 拿奖的朋友都 想要来台湾 所以 我们想说我们 只是住在台湾 所以也是满希望可以说 招待他们 在我们家住个一天两天 这样子 日本人来台湾 一定要做的第三件事 逛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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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蛮可以理解的啦 就是夜市 真的算台湾蛮特别的 特别广 对对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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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去 士林夜市 不理解 不理解吗 对对 士林夜市 对啦 士林夜市就是 外国人在逛的夜市呢 我自己啦 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去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 嗯 所以它的 还是在外国人 还是比较有名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整体来说 你现在也逛过士林夜市嘛 你也逛过其他台湾的夜市 你觉得呢 士林夜市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是 比较大吗 不一定 比较贵 比较贵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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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喝钱 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没有想到 对我来说 士林夜市就是比较贵 哦 是哦 观光客的价钱 对观光客的价钱 但是也蛮特别的嘛 反正日本人就是 喜欢贵的东西可能 不是啦 当地来说 哪一个夜市是推荐的 OK 我觉得如果 如果 北部的话 应该是 饶和夜市 哦 你有去过干吗 哦 有 然后夜市我觉得还 真的还蛮 东西真的蛮好吃的 嗯 那如果到南部的话 我觉得是台南的花园夜市 啊 我去过就很大的 很大的 我觉得南北指标性的夜市 应该是这两个 嗯 嗯 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样子 反对大家 啊 这个应该是日本的 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怎么样体验 比较 local 的台湾生活的话 记得要 按赞 订阅 我们的频道哦 那再來是第四個 第四個是 腳底按摩 腳底按摩 對嘛 你最近去體驗了嗎 給大家看這個影片 跟Kiwa講小姐姐 你其實來台灣很久 會第一次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都沒有帶你去過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做 已經做過了 不是第一次 很久以前做 很久以前你做了一次 所以也是一來就觀光客的時候 就去做了 是… 對… 腳底按摩這麼特別嗎 台灣 那個時候我以為是台灣有名的 剛才 而且那個西門町那邊是 日本人的觀光客很多的地方 西門町那邊很多腳底按摩店 你知道嗎 喔… 不知道嗎 不知道 那那些店大部分的客人 也都是外國人嗎 是… 我們上次去的那個店也是 大家說很多觀光客 你真的沒有體驗過 我真的沒有做過 我下次帶你去啦 好… 再看看 那我們的日本人來台幣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 那個…這個… 這個… 怎麼說我不是吧 再演一下… 這個… 大家猜一下到底是什麼 大概知道嗎 不可能 不… 這是… 衛兵交接 故宮嗎 是…是故宮嗎 我不知道 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裡 好像不是故宮 中列池 六個塊… 欸… 每天有啊 每天有嗎 嗯…我記得每天… 喔…每天有啊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 嗯… 上次我爸爸來的時候 欸…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嗎 看到這個 嗯… 你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 我也不知道 甚至少知道我也沒有想要去看的意思 喔… 啊… 那你去英國的時候 你… 會看 有了 的感覺 喔… 你這樣講我懂了啦 就是去看… 別人的國家的搜尋啊 是… 好… 可以了解 我下次帶你去看 我下次帶你去看 那以上是我們日本人來台灣一定要做的 五件事情 那大家在我們今天分享完這五件事情之後 請留言告訴我們這五件事情 你有做過幾件呢 我的話總共只做過兩件 兩件 是真的台灣人ですか